早上會議開會時間已到 請主席宣布開會 早上會議現在開始 許縣長 勞秘書長 各位局處所長 本會徐副議長 陳秘書長 各位議員 各位媒體 申申 女士 大家早 今天上午議程宣政總質詢 首先請林鄭福議員質詢時間50分鐘 好 大會主席張議長 喜副議長 花林縣政府許縣長 勞秘書長 各局處長 本會的秘書長及在會的我們議員先進 先生媒體及 大家好 那今天是本席第三次 113年第一次的定期總質詢 來 下一頁 這個災後的重建 那本席首先 肯定與感謝我們習縣長 及縣府的團隊 在地震之後 願以即日地進行的災 救災 安置 災後的盤點 以及振興的工作 那現階段 除了部分的房子 房屋的拆除中 那縣民最需要迫切地去關心的 就是災後的重建 與災後的振興 好 下一頁 那我們的災後的重建 我們有看到 0206跟0403 我們看到0403比0402的災損多了4倍 那然而因為我們的某些原因 上款0206少了4倍 那對於受災戶嚴重的影響極大的壓力 下一頁 那我們的災後重建 從5月2號中央提出 0403的震災復原重建的方案 那我要請我們習縣長來說明一下 在目前我們中央政府的0403 在災災復原的方案 而非是重建條例的模式 那在推動我們相關災情重建的事項中 目前相關經費到位的情形 縣服有哪些的項目需要配合款 而因為這些配合款可能導致我們的 縣服的財政擠壓的情形 是否我們請我們縣長來說明一下 謝謝 好大會主席張議長還有林政府議員 以及徐學育副議長 以及所有的議員先進 還有華臨縣政府團隊記者媒體女士先生們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想剛才可不可以秀剛才那個 我們285.5億的這一張 有關於目前花蓮縣 無論是中央的285.5億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這個公共工程的部分 就已經包含了將近100億了 那屬於我們的振興的部分 還有其他的那已經扣掉了50億 所以真正在民房災損的部分 就只有大概50億左右而已 50億左右而已 那在衛助或者是安置或者是重建 其實都對於災民來說 真正的協助這個是比較缺乏的 所以中央國民黨團一直在推動 我們的重建條例的部分 那如果重建條例通過了 屬於我們這個中央各部會的 各部會 除了公共工程委員會 有一個133億的這個部分以外 那還有就是中央有一些的 這個各部會的配合款 各部會的這個擠壓出來 無論是振興方案 或是文化部的這個文化幣 農業部的農粉幣 或者是其他觀光署的 這些就回到本預算 就會回到本因為不會去壓縮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不斷的這個 希望中央還有那天卓院長來 我們也希望 議員也有在場 我們也希望卓院長行政院能夠支持 我們的這個重建特別條例 比照88風災 比照921的部分 那現在我們現在收到的公文 已經核定的公文 需要配合款的部分 在前幾天正會有在這裡報告 就是一個文化部的 屬於文化局的這個 修繕的方案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環保局的部分 也有需要配合款的部分 那在陸陸續續如果有電子公文 或其他的公文 可能還要再會整一下 這到時候再請我們各局處 再把它會整起來 再跟我們的議員來報告 好 那就現場請回 好 謝謝 來 下一頁 災害的重建 那我們的部落旅遊 有三千萬 那在0403的震災 部落的旅遊 振興計畫 那是不是我們請我們 嚴明處來 好 在此本席請教我們 嚴明處長 中央地方的匡列 的部落旅遊的項目 目前的申請 規劃 及執行的現況為何 那是不是我們請 我們處長來說明一下 大衛主席 大衛主席 張軍議長 徐副議長 林政委議員 各位議員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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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 關心的這個 0403震災 花蓮 部落旅遊 振興計畫的部分 是由 原民會來提出的 中央計畫 那這個計畫 原民會是動用 原民會的 第二玉杯金來辦理 那 航班的計畫 目前還在行政院審查中 所以他還沒有正式談判 不過就他送去審查的版本 計畫版本裡面 大概分成三個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 原住民族碎事記憶 跟文化旅遊的 補助跟獎勵計畫 那也就是說 他有補助跟獎勵 那補助的對象 是公所跟 合法立案的團體 那獎勵的部分是針對 旅行社的 合法的旅行社業者 那麼 他獎勵跟補助是這樣 就是 就是那個 公所或者法人團體 如果提出郵城的規劃 他可以獲得三十萬的補助 那麼旅行社 根據這個郵城的規劃 去帶團進去 他每一團可以 這個獎勵三萬元 那他可以申請五個團 那這個是 這個歲時記跟文化旅遊 獎勵跟補助的部分 那第二個是 推展原住民族 經濟產業的部分 也就是 部落或者原住民團體 還有儲蓄合作社 學術機關 如果針對部落的觀光生活生態 生產的經濟活動 有計畫的話 也可以提出申請補助 那最後一個是 郵城設施改善的補助 那他補助的單位 一樣是 原住民的機構法人 或者團體 那也針對郵城的過程中 如果有些設施 或者環境需要改善的部分 也可以提出這個補助 比如說他的廁所需要改善 或者某些步道環境需要改善 那可以提出相關的補助計畫 所以這個三千萬的內容 就是針對 歲時際文化理由補助的獎勵跟補助 另外就是經濟產業的補助 以及郵城設施改善的三項計畫 來提出申請以上 所以我們出場真的要多用心一下 好 下一頁 這個災後的振興 那本期也針對之前 之前針對這個豐年季 國外旅客的接待 那是否跨局處的合作模式 那相對的 那如何針對在台的外國人 有宣傳邀請的做法 有沒有具體的做法 報告議員 就是聯合豐年節這幾年 也受到非常多國際旅客的這個 喜歡 那麼在這個觀光署 它對這個全國際性的活動的部分 目前也在考慮要把 花蓮的聯合豐年節列為國際級的活動 那麼最近這幾年很多的觀光課 也有很多的駐外使節單位的人員 也相繼來參加豐年季 那麼跨局處合作的部分 我們觀光處也給予我們非常多的協助 還有發行很多多餘版的花蓮觀光資訊 還有行員處的部分也幫我們做很多的廣宣的訊息 提供國內外的很多的相關資訊 我們國際事務跟新聞中心也跟我們密切聯繫 過去這幾年幫我們接待了非常多駐台的使節 跟重要的貴賓 另外文化局也會提供我們一些相關展覽 或者設施的質詢 讓我們的外賓可以到許多展點 或者是我們的重要的場館來去參觀 那這個都是本府許多局處合作的結果以上 那本席在7月19到21的三天聯合豐年季 那本席是不是可以比照 就是我們下年加年華 那推展到五天 那這五天的狀況 是不是用我們要增興方案的話 是不是用消費券來住宿 來吸引我們國內的旅客到我們花蓮 來看看我們最原始的 嚴明的一個豐年季 那也謝謝我們處長有這麼關心 跟局處能夠跨局處來協調合作 那本席在這個總執行 我都會講到這個安居樂業 安居樂業 那我也希望這安居樂業 讓我們全化連線32萬都能夠感受到 那下一頁 這是本席每次在第三次的總執行 我都會去了解這個山海機場 下一頁 風雨雞瓦 來下一頁 太巴朗的祭司廣場 那本席接獲到我們的太巴朗的七年才俊 因為他在做這個耍拉站 那本席也要針對 來下一頁 本席也針對這個文化 永續 廠益 維持經營 那本席針對這個即將完工的四大場廣 廠益 廠益處在人才的培育 市場的掌握 廠益 產業推動 核種的聚焦 的做法 好讓場館永續經營的目標 同時能夠帶動區域的產業發展 那我們處長有沒有新的構思 那第二個 我們太巴朗金石廣場 目前是停工中的原因是如何 以及陽光電城招商的情形已困境 那請我們獨顧處長能夠詳細說明一下 我就先針對工程進度的部分 先跟這個議員來做說明 那山海劇場的第一期的工程 目前的進度已經達到80%以上 那目前正在進行的是 原來規劃作為劇場的這個原創館 它的外牆的組裝 模板的組裝跟灌漿 還有鋼筋的綁紮 這是我們第一期工程的部分 那麼第一期工程 今年度會完成 接下來就會進行第二期的工程 那第二期的工程也已經獲得 花東綜合實施方案第四期的核定 那經費是一億八千五百萬元 那第二期的工程它主要是做這個 門窗天花板水土保持 積電管線照明給排水與污水跟消防設施 就是它是屬於內部裝修 還有一部分的景觀工程 然後再來是這個加入蘭廣廠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第二期的工程設計 也已經在這個月已經決標了 所以第一期的工程即將完成 就是結構體的部分 第二期裝修景觀跟加入蘭廣廠的部分 我們會繼續跟進 預計在這個114年的下半年 會全部完工 這是山海劇場的進度 那風雨計畫的部分 第一期它也是分為兩期工程 那第一期的工程也超過80% 其實它已經完成 只是我們把第二期的經費 在變更契約進到第一期去施作 那第二期的部分 主要是5G廠、風雨館的機殿 還有室內外裝修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也會跟山海劇場一樣 在明年的下半年也會全部完成 那泰巴朗激式廣場的部分 目前正在進行兩項工程 那第一個是蘇拉拉蛋 也就是青年會所的部分 那第二個是它的捨幣跟屬固 也就是廚房跟餐廳的工程 那麼蘇拉拉蛋是由部落的青年 跟長老自己來手作的一個青年會所的工程 那這個工程在去年 年底的時候取得建造 那也做了部分的開工 在第一期款跟第二期款 也都支付給部落 但是因為去年有兩件事情 應該不是說去年 就是這個去年底之後 這個第一個是 就是去年碰到三個颱風比較大 那我們採集的很多材料都受損 所以沒有辦法使用 必須要重新再做變更區域 再重新採集 那另外一個就是建造的部分 屬於木構造的計算的部分 那目前有一些小小的狀況 也就是阿美族傳統居家的木構造的計算 在台灣目前沒有潛力可循 所以結構計算的部分 目前還在進行中 那材料採集的部分 我們會變更契約增加經費預算 讓部落再重新採集 那木構造的部分 已經有一點突破點 那應該近期也可以完成 所以這兩個完成之後 公班就可以繼續來施作 那另外就1月到4月 也因為公班碰到過年 跟這個農忙時期 也是一個休止的狀態 那順利的話 我們在6月份 會重新啟動來進行 那這個倉庫跟廚房的部分 那目前在做變更設計 也就是說它舊有的廁所的梁柱跟結構 跟這個新建築的木構造的房屋 那中間有一些重疊 那這個也在做變更設計來處理 那這個變更設計完成之後 會繼續來進行 那這是泰巴朗廣廠兩項工程的 目前的進度 那文創產業聚落的部分 那目前在進行第三期跟第四期的工程 那第三期的部分已經達到99% 那因為跟第四期的工程有一點重疊 所以會跟第四期一起完工 那第四期是景觀工程的部分 那目前正在處理前面廣場地品的施工 那預計在今年的暑假也可以全部完成 這個是我們四大工程目前的進度 先跟這個議員來做報告 也跟議員報告剛剛 泰巴朗集市廣場目前遭遇到的 這個一些困境 那本席是因為是我們 泰巴朗的文化發展協會的一個 稍微跟本席既成群 就是說從去年的十一頁完工以後 起的證照 那後面又 為什麼會證照又停下來 他因為是說你所講的是說 不管是在最佳預算的部分 那也是希望我們的園民處 去了解一下 不要每次碰到瓶頸的時候 當然民眾一定需求是找我們民意代表 那我們的希望 那雖然有訴求也希望我們的園民處 能夠跟地方去了解 那他的訴求上就是一直想說 怎麼都沒有辦法去開工 不明確 那我們縣政府這裡都是以公文的形式 來指示我們協會開工 那白紙黑字的一個證明避免上的一個 變更為協會或是部落的負擔 那我本席也希望你下廂一下去瞭解 他的追加預算 那或是用什麼方法再去瞭解 那讓這個索拉站 或是說我們的一個中央住房 那個應該是 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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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庫 對 屬庫 這大家見 因為 畢竟都是園民的食材 那這個食材 起得不易 那我也希望能夠盡速 能夠協助完成他的一個作業 那也期待我們今年能夠如期的完工 好下一頁 那本席一樣在文化 我本身就是 齊庫庫的子弟 那尤其是 從壽豐一直到豐濱 五個鄉鎮 那 我們壽豐鄉 除了共和 豐里 跟豐山 已經完成 那目前 那本席想要知道 部落的機會所的需求 但一個部落 不管在閒址 土地的啟德 變更使用 經費的爭取 發包的興建 都是要耗時 多年 那這個場景 就面對不同的問題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燕民處 對於三位興建的機會所的部落 是否有列為清澈 在進行的推動的管理中 還是被動是 接受各公所的申請 那我 在目前 我們 感覺到我們 嚴明處 沒有去跟公所溝通 甚至於我們公所 真的也 在期待 我們縣府這邊 要提出申請 那我也希望 這個 我們的機會所 是 嚴明最重要的一個場地 我也希望 那 爭取 的確是不容易 可是我也希望你們交快早步 來下一頁 來再上一頁好不好 那我希望 來 那個處長 那目前我們完工有24處 施工有5處 帶施工有4處 規劃有4處 那以針對我們 壽豐鄉 光榮跟壽豐 是否 如期的 能夠開工 那是不是 請我們處長來說明一下 可以做說明 就是表上的 這幾個部落的 目前的進度 就按照上面表上的來說明 那第一個是越美的部分 越美的部分 它其實 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案子 它已經 但是它已經完成了 行辦事業 土地的撥用 變更編定 還有管理機關 變更的部分 都已經全部完成 還有一部分的 道路 道路廢止的部分 也已經完成了 那目前 這是 就是 缺經費 那麼 圓明會 它在去年底 草擬了一個 花東地區 部落聚會所整建計畫 那 預計 匡列 四億一千萬元 這個是針對花蓮跟台東的聚會所申請 因為我們這個 花蓮的綜合實施方案的部分 第二期到第四期的部分 已經都分配完畢 那 這個 但是這個計畫 目前也還在行政院審議中 那 等它 航班計畫 現在 我們也問過新主委 已經上任了 那新主委說 目前 這個計畫 會盡數來做 合定 那這個 經費 合定之後 我們有幾個聚會所 就可以來 向 圓明會 申請這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 不是只有興建而已 包括 整建跟修建 也都可以申請 所以越美的部分 我們會透過這個管道 來爭取經費 那 受封聚會所的部分 它其實已經開工了 已經絕標了 但是因為建造過期 那目前正在重新申請 那這個月底會取得建造 那預計在六月底七月初 就會重新開工 那 自學聚會所的部分 那 目前在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 所以它的土地 撥用的作業 還在進行中 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要處理 那也是一樣 如果它在一百一十四年之前 可以完成都市計畫 跟土地撥用 還有規劃設計的部分 也可以盡快 來申請這個 圓明會的 剛剛講的 花東地區 聚會所整建計畫 那米站的部分 這個 可能比較頭痛 因為193縣的確沒有比較充裕的土地 所以 公所跟本府也還在持續 尋找中有沒有土地可以興建 那麼豐平的部分 以前本來是要西洋用石油地來處理 但是因為地主也 後來也反悔 所以並沒有完成 那麼 我們地震處也提供了 鄰近國有土地的清澈 提供給公所跟本處 我們希望再次做評估 看在豐平可不可以找到 其他的聚會所的土地 以上 本席要問一下 那現在光榮部落 火大部落 那是不是今年的7月會如期的施工 按照你這邊的計畫是說7月份 對 會 那我們壽豐山有12處 這麼多處 那目前的池南部落 是由我們 縣政府 嚴明處 你們自己在 積極的籌劃嗎 是嗎 是 現在就正在進行設計 設計跟水保計畫的申請 那麼部落的說明會 也已經舉辦過兩次 那縣長也親自到現場 來做這個指導跟勘察 那處長有沒有希望說 用原民處這裡 像我們的池南部落這樣子 有些地方 譬如說公所不提出 那變成說奈我何的意思 那我也希望說 我們處長 縣政府這邊 能夠積極 跟公所去協調 好不好 謝謝 好 我也希望我們今年 既然是還有幾個要師做 的一個地方 能夠 該有的一個證照 取得 能夠盡量 幫他們 去做協商協調 好不好 希望下次有聽到我們官榮部落 的聚會所 的聚會所 就做好了 我希望 希望說明年 或是今年底 我們第二次的總職請的時候 希望 有一個聚會所 好 那個處長請問 好 下一頁 好 我們請一下我們建設處長 謝謝 院長 有沒有看到那個 這個 台11線 花蓮大橋 到基齊 的路面 的歸列 及高低差 那 在0403 一直到現在 本席幾乎都有 跑 我們五個鄉鎮 去了解地方的一個 災情 我看到這個災情 但是 建設處這裡 的規劃是如何 好 下一頁 這是我們 花46縣 在三一期 本期 一樣 都在講這個 花46縣 那縣長 之前 也口頭答應 從 三星 9.5K 到 壽豐鄉 番薯寮 19.2K 因為 這個 產業道路 當然都是 鳳林 跟 壽豐鄉 的 居民的需求 能夠 平安 能夠 在工作上 或是說 在採收的時候 有 有一個 安全的路 那 那 因為是海葵 一個 開封 所編列的經費 上次 本期有跟我們的 鳳林鎮 建設科 他們有一個施工的說明 那本期有到現場 那 看 看一下那個 這些目前 我們 花16縣 11.5K 的一個 施作 的一個 公期 那 我們 鳳林鎮 又編列 150萬 在做 巔坡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塘土牆 也感謝我們 鳳林鎮 這編列 那 我要請 請問一下 我們的 處長 在 花16縣 9.5K 好幾處 幾乎都是 歸列 那 你們在 這個路段 的修繕 的 規劃如何 好 大衛主席 張議長 徐副議長 各位議員 大家早安 那 感謝林政府議員 關心這個 在災害之後的一個 復健的一個狀況 那 先跟議員說明一下 台11縣的部分 因為他是公路總局主管的道路 那 我想 公路總局在這個災害發生後 他應該也都有規劃 那這個部分 縣府也會 來關心一下 這個 追蹤 目前公路總局在 後續的一些處理狀況 因為 處理的太慢 因為我 我常常經過這裡 都顯像緩升 我是不希望我們建設處 能夠再積極一點 跟 第四公務段 跟他 做切殼 用拋土也可以 先把這些東西弄起來 不要影響到 這個 用路人的安全 因為 洛西太大了 我們會跟他們反應 因為畢竟 這次地震的時候 台11縣 他的這個 比較落實的 比較嚴重的一些 貪方地區 他們 趕快先緊急處理 後續這些 我相信他們有規劃 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 跟他們 積極的來反應 也會跟他們追蹤進度 另外就是 花46縣的部分 這個 之前跟議員報告 除了 我們現在正在辦理 我們有提報 這個中央核定 再做一個可行性評估之外 另外這個復健工程 鳳林政工所現在正在做的這個部分 那還有這一次 這個0403地震 也有一些災害的提報 那這個部分我們 會再去確認 整個這個災害的處理 因為有一些路段 他必須要先等這個災害的部分 先把它完成 那其他部分我們也會 納在這個0403的災害復健裡面 那我們也回去瞭解一下 政工所這次提報的災害復健的內容 那我想這個部分 後續就會一起來處理 因為我也跟縣長去會刊 9.5K到19.2K 那縣長應該知道 這個路況的狀況 不管是顛波上 那縣長之前也有在提示我們建設處 那希望我們建設處再積極一下 好下一頁 所謂的暗期 那本席 目前已經拆除我們的慈濟宴的天橋 還有我們花蓮市復興國小的復興天橋 都拆除到了 你看看這個世貿 我們的視線 完完全 完完全全的 的視容 世界上的差異都很清楚 那本席也針對我們受風鄉的天橋 還有我們新城鄉 北埔國小旁的一個人形路橋 那本席會過氣的原因是因為 畢竟民眾的需求 那在本席在提出這個拆除的時候 我們建設處也陸續跟我們公所去拆除掉這兩座 我也希望在今年是否也能夠拆除這兩座 那不能拆除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受風鄉應該是會比較優先 因為講了好幾年了 已經兩三年了 這個是公所的問題還是我們建設處的問題 那希望大家一起溝通好不好 是 謝謝議員 這個部分 受風的這個天 人形路橋的部分 他們有 納在這個 一個人形環境改善的計畫裡面 那這個部分我們回去再跟公所確認一下 他們目前辦理的進度 那預計什麼時候要進行拆除 因為北埔國小這裡有一個函 因為他們有做做一個演繹的一個拆除 那他們已經會看了 那我也希望我們建設處跟我們新城鄉這裡 再積極再互相演繹一下 看用什麼方式 那提早來規劃說要拆除 可嗎 好 新城北埔這個部分 我們回去再了解一下好了 因為好像 因為之前的一些建議 好像沒有包含這個北埔地區 這個人形路橋也要拆除 那這個可能要回去 我再確認一下 目前這個地方上對於這個路橋拆除 因為還是要確認他的這個 有沒有使用的需求 因為我們成校長北埔國小 因為他說這個路橋都有流浪漢 那影響到我們學生的一個安全 那既然有餘力 那市部首跟我們的公所 要夠研議一下 那競數及財組 也還我們市容好不好 好 這個我們再來跟相公所來研議 好 那我們請為了 好 下一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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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是基區一港 那個 處長看到嗎 那本時候齁 這個 我站在位子齁 那也謝謝我們處長齁 積極的來把這個延伸的田坡以後變成養攤 這個就是很不錯的一個idea 也希望我們做的該做的 那個就不會影響到我們漁民的一個生計 那在縣府的經費藝術下 案體的興建創造美麗的沙灘 從我們收封鄉的岩鳥移港 一直到我們史提港 那沿岸我們漁民所需求的就是 能夠我們的船隻出汽捕魚 都能夠有安全的一個港澳 那本期所看到針對 來下一頁 針對臺石一平港口的合法規劃的前提下 那離海的基地 那我也希望我們農業處 觀光處或是交易處 那獨木舟 獨木舟 膚淺海洋交易 當初我們 處長說那個新設的小湖港澳的周邊改善 那第二個就是目前的積極九孔池的私人養育區 那不能夠用公費進入施作 那是不是要請我們農業處這裡跟我們的漁業 應該是漁會那個張理事長在講說這個地區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地方 你看看這個退潮跟漲潮 那退潮的狀況可以作為我目前我看到去做可以作為膚淺或是說追一個海洋一個教育的一個基地啦 這個地方滿不錯 那至於上回跟我們的漁業科去看這個基期九孔地區的一個河道是因為災害 就是這次的0403而導致那邊的一個船 船澳的一個出口影響 我也希望說可以用什麼方式可以解決這個基期 九孔一場的地方 那請所長說明一下 大會主席張議長 學副議長 所有的議員女士先生媒體先進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感謝政府議員其實對於我們不管是基期或是小湖船 或整個花蓮的一個海洋漁業的一個關心 那也像剛剛議員有提到的 像議員提到那個九孔池的部分 那其實是國有財產署他放租給一個私人的一個養殖設施 但相對的我們也會來請國產署 看怎麼來把一個設施能夠把它完上好 尤其是我們颱風過後造成的一個損壞 那另外議員提到像是我們整個的海洋教育 或是青海的一個行為 目前的話農業處以我們的花蓮漁港作為一個發展的基地 那後續的話也會跟議員一起來討論 包括像是我們不管是我們石梯坪或者是我們小湖 或是我們基期這邊能夠怎麼把花蓮的海岸線 一起來串連這是我們農業處會來努力的 謝謝議員 這上一頁好不好 上一頁 這上一頁 那也謝謝縣長 去年關心新設港澳的改善計畫 那改善計畫裡面 因為是某種因素 那像我們的更衣設備的地方 一直遲遲沒有辦法再興建 是當初好像是居民不同意 那我們也是用承租的方式或是用什麼 他有點不願意 我也請公所跟這個地主說明 可是他還是一樣 希望我們還是一樣持續把這個新設港澳 打造一個亮麗的一個地方 好 謝謝 謝謝議員 好 我們看到花蓮加油 那說實在話 花蓮遭逢百年的災害災難 那眼前剩有很多的困境 待克服 那再次感謝我們習縣長 及縣府團隊的努力 期待我們一起為花蓮創造美好的未來 那看到這個花蓮加油 所以我希望我們縣府 跟我們前32萬的一個縣民的一個 能夠天佑台灣 天佑台灣 那謝謝我們習縣長的團隊 在這次0403到0423 把這麼積極的把這些災害 能夠慢慢的重回延貌 那雖然我們的太魯閣 目前 滿目的倉意 那我也希望能夠 像那個我們衛營所說的 可以找個其他的地方 去做一個先導 那也讓我們前台灣 或是說外面的 國外的旅客 都能夠到台灣 看到我們花蓮的好 這次總之請就向各位 再拜託一下 那個縣府這裡 謝謝 好 謝謝林政府議員質詢 吳建志議員書面質詢 那接下來請詹軍副議員 詢詢時間50分鐘 我們教育處處長來了 處長 謝謝議員長安 0403大紀鎮以後 我們全花蓮縣的中小學 有沒有受損 學校這樣 大會主席上議長 許副議長 各位議員 各位媒體記者大家好 那謝謝詹軍副議員 對學校的一個 0403還有0123的一個 地震災損的一個情形 那在這邊跟議員 這邊做一個說明 在0403的部分 我們總共有86所的 學校提報災損 那在0123的部分 總共有30所的學校提報災損 來 那個影片 第二張 好 欸 所長 我們這個耐震補強 是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學校的部分 學校的耐震補強的工程 我們配合教育部的一個 既成的規劃 我們是從98年的時候 就開始進行 那分兩階段 開始在進行學校的一個 校舍耐震補強 那一直到今年 113年 目前正在進行的 有鳳林國校等 五所學校 那到今年底之前 就可以全數的校舍 都可以執行完成 這一次0403以後 我們花蓮縣的地震 學校有沒有受損 受損最嚴重的是 有沒有補強過 我們這一次的 學校的部分 也多虧了 從98年開始的一個 陸續的耐震補強工程 那在這一次的地震 也發揮了非常大的一個功效 所以這一次的一個 不管是0403或0123的 一個地震 學校的災損主要是 物品設備的一個 掉落損壞 還有天花板 青鋼架的一個掉落 然後跟地板 還有牆壁的一個 軍列的等等的一個情形 那在校舍的一個 結構安全的部分 並沒有受到影響 也希望說處長 對這個學校的 那個地震的損失 希望說可以盡快的 跟教育部 要經費下來 那個把這個 破損的地方補強 希望從學校的學生 老師的安全 著想 希望這個 處長這一點 請處長盡快去辦理 好 跟議員說明有關 學校災損的部分 我們會分別從 限預算 還有災準金 跟教育部的一個 補助經費 還有提報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等幾個方向 去爭取經費 然後協助學校 進行災後的一個 復健工程 好 謝謝處長 請回 希望處長可以盡快辦理 是 他們 有損壞的 盡量跟教育處 去 那個 爭取經費 來辦理 謝謝處長 下一位 來我們 現在請我們那個 建設處處長 處長 在我們明里大橋 因為地震下陷 到現在便道 已經完成了 請問處長 我們這個便道 什麼時候 可以開通 因為 鄉民 居民 他們很期盼這個 便道 可以盡快的開通 所以他們 繞到 食品 那邊過 有時候 也有一點危險 希望說 縣府這裡 可以加緊腳步的 把這個 便道 可以盡快的 通行 是 大會主席 張議長 學副議長 各位議員 大家早安 那謝謝 詹新副議員 關心這個明里大橋的 這個施工便道部分 那跟議員報告 這個案子 我們 原先的這個 預定的施工的工期 是到6月16號 但是 就像這個 議員 所說的 後來 也因為這個 我們有要求廠商 要趕工 因為地方通行的 這個需求 那麼也感謝議員 一直持續有來關心 所以 這個 這座便道的部分 我們 已經 差不多完工了 所以現在正在做 這個一些 這個出宴的工作 那我們 預計會在這個 端午節的連假前 開放通行 我們會提早 時間來完工 通行 處長 謝謝你 因為現在的 稻子 快要成熟了 也 希望說 農民 可以 走這一條便道 更 離家裡更近 也 希望 處長可以盡快的 把這個 廠商 再 做好以後 儘快去驗收 第二點 就是 明里大橋 這個 總經費是4億多嗎 4億多吧 核定的經費是 2億2500多萬 2億2500多萬 現在 進度是搬到哪裡 現在 在橋樑的 這個 改建的進度部分 我們現在 目前 這個 廠商正在 設計廠商 正在做這個 基本設計 那基本設計 完了之後 一程序我們要送給 這個 交通部公路總局 去做這個 審查 因為他的這個 經費超過 這個一千萬元嘛 一災附件工程的 這個規定 那基本設計 我們預計六月初 他就會送來 那我們 我們縣府審查完之後 我們就會趕快送到 公路總局去 謝謝處長 因為 這個也是漫長的路 從 0918以後 前 我們南區的 比較大的橋 通損壞 這個是 要 兩三年才可以通車 因為橋 跟 做護坡不一樣 這個時間會拖得比較長 希望說 建設處這裡 可以 明里大橋 或是 輪天大橋 藝廠大橋 還有 那個 高樓大橋 這幾座大橋的進度 希望說建設處 可以掌握 因為 真的是 時間很長 兩三年 這個 漫長的兩三年 要經過颱風 要經過 下雨 雨水大 通行 希望說 建設處 要好好的管制一下 是 謝謝議員關心 我們 我大概也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 0918地震三座橋樑 目前的 辦理進度 那 輪天大橋 跟 玉長大橋 我們是合併招標 那這兩座橋樑 舊的橋 已經拆除完成 那 這個輪天大橋 這個 先進行這個 這個機莊 底下機莊的施工 那 目前 輪天大橋的機莊的施工 已經 做的 大概有八成了 那 浴場也正在做這個 機莊的施工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能夠 廠商加快腳步 那我們會要求廠商盡快 趕在這個五月 尤其是這個訊息來之前 趕快把這個下部機莊把它完成 那另外在這個高寮大橋的部分 因為高寮大橋涉及到它的規模 它必須 它是屬於這個丁類危險場所 要做這個微頻計畫 所以微頻計畫 我們也在五月十六號 到這個 這個 勞動部 這個 去做這個審查 那審查之後 我們要趕快修正完成 我們就可以進場去做這個機莊 好 那底下機莊的施工的部分 我們考慮到因為 受這個微頻計畫的影響 它確實進度比另外兩座慢了 那我們會要求這個施工廠商 他能夠在做機莊的時候 有兩個專業廠商同時來施工 讓這個速度能夠加快 而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持續來要求廠商 要盡快來施作 這個跟議員做個說明 好 謝謝處長 因為這一次的零四零三花蓮 北溪這邊是重大的災害 也要兼顧我們0918後續的工程 也要盡快去把它們完成 也辛苦我們建設處的同仁及獻服 來 謝謝 小姐 這是玉里鎮的193縣 阿伯樂黃金花雨 我拍了五六張吧 這幾天從來過 真的很蕭條 為什麼我會講這樣你知道嗎 每次上來花蓮這個時間都開花 很多人在路上打卡照相 可是現在呢 連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說真的我們 花蓮縣這一次的大地震 損失我們很多的 不管是餐飲業 還有我們那個小的那個商店 住宿 這個通通 這個通通要我們 我們縣府及我們地方人士在觀光方面 要加緊腳步 這個 來 下一頁 先我請那個農業處 來 蔡長 來 蔡長 我們南區現在最大的觀光景點 就是六十十三級玉里的刺客山的花季 在這個期間 我們縣府也有預估的時間是八月十號嘛 開羅 兩座山的開羅 本席很注重這個觀光 金針花開羅這個 希望說縣府可以振興我們 我們南區是六十十三跟刺客山 現在是最大的活動 最大的活動 希望說農業處這裡 可以補導這個兩個農會 在八月十號 要讓全國人民知道 我們六十十三跟刺客山的開羅活動 來 我們請那個處長有什麼點子 讓我們這個振興我們的經濟這樣 大衛主席張議長 徐副議長 然後議員女士先生 媒體先進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感謝金副議員對於我們金針花季的一個關係 和我們南區整個觀光行銷效益的一個關注 那也跟議員說明 那其實兩座山在金針上面 不管是我們每年的流花補助 或者是我們的行銷協助 縣政府這邊縣長非常地支持我們南區的一個 觀光發展和農民的一個收益 那包括我們的農友也是 那這邊的話 目前的話 跟兩個農會都有進行過會議 那我們在八月十號 會是我們在地的一個開幕的活動 那預計今年的花季會是從八月十號到十月十三 就配合我們那個雙十國慶的連假結束的時間 那兩座山的話 他們有各自的主題會來展現 包括我們刺客山的話 就是以卡納赫拉的一個主題來做一個延伸 他們去年有辦理過 那效益也非常的好 那今年的話 副理除了結合他本身的一個 竹子的一個裝置之外 那另外他們也會有一個主題的一個 第九的一個發表 那另外跟議員說明的是 我們在七月中也會到台北辦理我們的行銷記者會 來 謝謝處長 本期在這幾年的花季開樓 全台灣的觀光客來我們花園縣 每年都增加 希望不要為了零四零三這個大激震以後 我們的來觀光的人潮減少 希望我們縣府這裡可以加油一點 把我們失去的觀光客人潮帶領進來 謝謝處長 也跟議員補充 其實在觀光處有推出 從五月份推出那個 永續遊花蓮的部分 其實後續也會加入我們兩座山的一個行銷的活動 然後增加我們南區所有的遊客量 跟我們的農友的收益 這部分 縣府這邊現場都非常關心 那我們也持續在努力當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來 下一張 來 下一張 處長 六十三的路 有的路面 還沒有整理到很好 因為 我們也不知道說 你農業處這裡 對這個路面設計 到哪裡 有損壞的 要補的 要修的 我們都不知道 只有你們農業處本身的那個才知道 我希望說 在我們花季以前 把我們六十三的道路有沒有 要前面的減修一遍 有的道路真的很不好 是不是會修 我不知道 可是希望說 農業處這裡可以走一遍 因為花季最主要是道路 一定要平穩 不要有坑洞 不要 因為有的 AC也有裂縫 這個希望說 縣府這裡 可以把道路這個 處理好 好 謝謝議員 對我們那個六十十三 整個工程的關心 來跟議員這邊說明 其實從0918之後 那到去年的四個颱風 那六十十三 說原有的0918災附工程 大概是將近八千萬的工程 在進行之外 那去年的颱風之後 我們又有新增的一個工項出來 那在0918原有的工程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在今年的花季前 把它努力完工 但在新增的部分 我們會再看它後續的一個 供期狀況 然後也跟山上的居民來做溝通 再通行的部分 那議員關心的部分 包括像是路面的一個平整 這一定會是我們很關注的 那包括像是後續上山部分 它的路標或是指示 我們也會來做一個檢視 謝謝處長 請多關心一下我們這個 兩座山的道路 這個是我最主要的訴求的 一定要道路平整 讓上山的人可以安全的上山 來 謝謝處長 下一位 縣長 我要請問一下 也要感謝縣長 縣長 在 零四 零三以後 縣長也常常到我們 南區下鄉 去走走 去帶回 當中 為我們百姓解決 很多 小問題 大問題 縣長 來 最親民 各地方的 村長 百姓 人民 大家通通 也是希望說 縣長有時間 可以下鄉 到我们南区去走走去看看 因为我感觉建设是很半长的路 经费要很多 一次想要做好是不可能的 也是希望说在最刻苦金钱的方面 我们要先做最不好的 改善最不好的 希望我们的乡亲可以得到最安全居住行走 县长也谢谢你 谢谢詹议员 我想谢谢詹议员 对于地方上有些比较多年来 挚爱难行的一些基础建设 提出了相当多的建议 我想刚才那里是我们在复理乡的永丰村的部分 可能因为试设到我们有一些 无论是地方或中央的权责的部分 或者是建设处或农业处的权责的部分 所以因为这些的权责的模糊 所以或者是没有办法认定的时候 议员都有提出来在哪一些点 所以我们一起重诊去把它做一些 困难症结点的解决 那解决就可以来做 把地方基础建设做好 我想最近大概比较常遇到的就是 希望把一些中央地方 还有我们很多乡镇公所的权责的部分 把它理清 那我们就可以真正帮乡亲解决问题 那我想这也是议员非常的重视 谢谢 谢谢县长 在这个0403以后 我们县府的团队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表现得特别好 因为不是说我们的经验 是我们团队在调节事情 在沟通事情 有的百姓也有一点怨言 这是一定会的 因为什么人也不可能思想 什么东西是一样的 人在坐天在看 也谢谢我们县府团队 在这个一个多月来 辛苦你们了 也是我们公务人员的本分 也谢谢我们各局处 谢谢 县长谢谢你 谢谢议员 主席我今天的执行到这里 暴留时间 谢谢张军副议员的咨询 那早上会议结束 下午议程为分出审查或收集资料 明后天立假日收集资料 5月27星期一上午9点 由郑保秀议员 陈美莲议员 林一芬议员 按顺序执行 上会